许多从高速公路下交流道走二姐联络到又前往三星大同的车辆 经过中心文创园区的中正路二段之后 执行这条中正路二段七项道路 衔接到这一处三叉路口又转仁耐路二段往三星大同行驶 观光旅游车流量相当的多 不过因为这一处的三叉路口没有交通号制造成车祸频传 让地方非常忧心 湘民代表除了在代表会提案之外 也办理过两次会刊 期望能够设置红绿灯来管制 以为交通安全 这这国家公路下来 下来这二间列车这条 车辆是现在台湾人来到这 知道要去台东 台东到太平山 尽量要去铁头 外人在不管是跑路时 车辆多少 再来这一车车 再来那四处 车辆到三星的庙卯座 而车辆车路我走路 要走路的铁头 在这边 小气小龙 地匐一直要求说 快一趟,从远程中 我代表会提醒两件 还会缺 我們也會把政府和警察也來回床 我們這裡東京路二段 最初四街村交代 人愛路一段到二段交代 因為三車路口 我們高速公路剛好下來 這個歐治電路道剛才吃 現在車輛 車輛也很多 交通越來越頻繁 是不是就處理我們這單位 可以在這裡設置車輛 讓船民和我們這裡保障安全 地方期望相關單位能夠 儘速設置紅綠燈管制路口的交通 避免路口發生碰撞車禍 確保交通安全 也避免壞了遊客的旅遊性質 宜蘭新聞記者14名 採訪報導